这都走到哪儿了 怎么走得这么久还没到啊 我肚子痛 那你没事吧 可能是走太久了 我肚子好痛 那怎么办 我这蔡莉莉什么都没有 我该怎么搬你 大哥我没事 我在这缓一下就好了 你真没事 没事大哥 你走吧 不用管我 没事那我走了 姑娘 我看你这样 好像不行啊 我看你这样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大哥我真没事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等一下还要去有事 你一直待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不行 我还是扶你去医院吧 来走吧 谢谢大哥 没事 慢点 小凯 又在干活啊 对啊 对了 我下个月要结婚 你记得过来喝喜酒啊 那恭喜你啊 小凯 你说说你啊 天天就在家里面干农活 也不出去走动一下 你这样那找的对象啊 唉 不过也是 你这样的也难搞 唉 算了 不说了 到时候记得过来喝喜酒啊 嗯 好 大哥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 你是 一个月前啊 你在这边救了我 幸亏当时啊 你把我送去医院 要不然啊 可真的出事了 所以 我今天过来 特意感谢你的 没事 这都是小事情 这要是换做别人啊 也会这么做的 大哥 我请你吃饭去吧 啊 不用了 不用了 走吧 走吧 姐 我今天回来了 我都等你早上了 听说你要回来 我都太高兴了 走 姐 这时候我给你买点东西 你说你回来看我 姐姐很高兴了 还买什么东西啊 弄费这钱干什么 哎呀 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给你啊 难得回来 从小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空着手回来吧 你这孩子 姐都麻烦我了 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走 先换去 好 小姐啊 你在家休息一下 酒去市场啊 给你买点橘子回来给你吃 哦 不用了 姐 我这每次回来 都满前满后 给我做好吃的 累坏了吧 你看这几天啊 我都转胖了 我就回去啊 遇到好好减肥啊 减什么回啊 你都这么瘦了 只要身体健康啊 不要去学人家刻意的减回 到时候啊 别把身体搞垮了 知道了 姐 对了 我买了今天下午的车票 我今天啊 就得回去了 你难得回来一次 就在家里多玩几天嘛 我也想在家都陪你几天啊 只要一回家 有姐姐疼 悉心照顾着 我就觉得好幸福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工作了 实在是走不开啊 好吧 既然你这样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呢到时候老板有什么看法 姐 你别说了 我先回去了 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回来看你 好 姐会的 你自己啊 也要好好保重 还有啊 你把这些东西 拿回去吧 姐不喜欢吃 你自己吃 姐 这是我中文买给你的 我知道 你是舍不得我 哪里是不喜欢吃啊 拿着吧 那好吧 姐就收下了 谢谢你啊 哦 另外啊 你把这个提着吧 今天我们家那个后山那个枣树啊 结了好多枣子 我晒干了好多 你提点回去 姐 我每年回去 你都会给我拿一袋枣子 姐也没别的拿给你了 这是我自己摘的 晒的健康乌乌了 给孩子吃 大人吃 都是极好的 你拿着吧 好 那我走了 哦 路上注意安全啊 到家了 给姐打电话 好 你回去吧 我先走了 哟 这不是小静吗 好久不见 小凯啊 这么巧啊 你这是要走了吗 我都回来好几天了 可是没看见你 不过今天我得回去了 下次找你玩啊 你姐又给你准备了红枣啊 是啊 我每次回来 走的时候 我姐都会给我准备这颗红枣的 要不 那个 你吃吗 要不给你吧 那可不行 难道你不知道 你姐为什么 每年都给你这些红枣吗 为什么 你小时候 你姐就最疼你了 你现在工作的地方那么远 你姐一个人在家 肯定会显恋你的 每次显恋你的时候啊 你姐 就会往这个袋子里面 放一颗红枣 这可是你姐 对你的思念 全部都寄托在这些红枣里面了 原来是这样啊 以后有时间啊 你就多回来看看你姐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怎么 kan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 好坏啊 小静 我们今天一起把你妈接到城里住吧 你不嫌咱家小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上次回来看她 一个人守着老家的房子挺孤单的 我没有诱养她 虽然她不是你亲生妈 但是这些年她对你的好你都没感觉吗 她对我好是应该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要不是她的话 我妈也不会离开我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就别记仇了 好了你别说了 我说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小静 一会儿见到妈 对她态度可得好一点 我尽量吧 诶 那不是咱妈吗 你看她那不穷穷样 把她接到城里去了 丢咱们的脸 你别这样 当初我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才不跟她斤斤计较 现在我爸走了 我跟她就是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 能把自己养老的钱 和卖房子的钱拿给你结婚 自己在这孤苦淋淋的 你说什么 我们结婚的钱不是我爸给我的吗 老公 爸看病的钱早就用完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一颗石头 都有被污热的一天 更何况是人心呢 自从你妈进了你们家 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些你都感受不到吗 从你这么说 是我错了 走了老公 妈 你怎么说这呢 你们回来了 走儿子 妈给你做好吃的 妈 对不起啊 你叫我什么 我没有做梦吧 这么多年 你终于肯叫我妈了 妈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我父母离婚的原因 错怪在你身上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对我的好 当做是你对我的补偿 是儿子不对 而且 你还把你的养老钱 拿给我娶媳妇 我感觉 我太不孝顺了 小剑 在妈的心里 你就是妈的亲儿子 妈 你还是跟我们回城里去吧 不了 不了 只要你们小两口 过得挺好 我在这也挺自由的 不用了 不用了 妈 你让我小 我让你老 我们一起回城里吧 妈 我们一起走吧 你 你 跟我 你 你 我就 不